香港三级巨星,任台湾最丑富豪做前爹,29岁跳楼自杀儿子成孤儿。 陈宝莲上海出生,4岁父母离异最终被外婆带大。 后来被母亲带到香港,15岁成为模特,17岁参加香港小姐荣获第二名。 当界冠军是和成龙生下小龙女的吴启莉,最后为母亲所破拍三级片,成为一代艳星。 1991年在母亲的怂恿下,陈宝莲揭拍了自己的第一部三级片《侠姐夜生活女王》。 扮演妓女的陈宝莲在片中只有两场戏,她要做的只是表现裸露的又破,有以色又成奎安的那场戏相艳至极,至今难忘。 之后,陈宝莲出演蔡兰兼致的《聊斋三只灯草和尚》,也正是这部古装三级片令陈宝莲声明确起,不满20岁就成为香港三级巨星。 拍艳片并不是陈宝莲所要,她只是为了母亲所破被逼无奈。 随着艳片市场的维米,很多艳星开始转型,进军电影事业。 不知道大家看过《国产007》的有没有印象,里面的一位美丽的性感的美女特工,和周星驰有一段武打戏。 没错,那位性感女特工就是她。 尽管美貌身材在线,也搭档周星驰,但她并没有舒淇,求舒真那样转型成功。 反倒是飞文退机成衫。 她先后被传出和各大男星的飞文,曾和莫少聪,黄紫阳先后恋爱,但是都已分手告终,还跟歌手蔡丰华,杠南吴学明传过飞文。 将她推向舆论高点的是,她和黄任中的前爹前女的关系。 黄任中相貌丑陋,甚至被李敖讽刺为台湾三大丑男之首,但她有钱有势,在台湾呼风唤雨,坐拥无数美女。 而陈宝莲自从有了她,就把她看成生命中最爱的男人,不知道是爱她的人还是爱她的钱。 之后黄任中还爆出和陈宝莲同闯50次,但没有发生性关系。 这话说出来谁会信呢?都是成年人了,说谎能否看场合。 当然黄任中并不是只有陈宝莲这个前女儿,在外面处处留情,陈宝莲忍不了她的风流本性,经常和她女朋友吃醋吵架乃至精神失常。 最后气不过就与黄任中断绝了干妇女的关系。 分手后陈宝莲内心失衡,随后的失控举动越来越严重,参加感官世界首映时,突然拿出小剪刀割伤自己,多次大闹前男友黄任中的家,被爆出服药过两送医院,与警员发生冲突,甚至在伦敦殴打外国女人,坐肩服刑。 这一轮的举动无疑是破冠破摔。 最让人意外的是,于2002年6月23日,陈宝莲在泰国诞下林儿,其后带儿子到上海定居。 2002年7月31日傍晚,陈宝莲于上海跳楼自杀,留下儿子黄一,有传闻及生父是陈宝莲前爹黄任中,至今父亲是谁还是个谜。 后被王妃前经纪人邱离宽收养,王妃多年来也出现资助。 如今黄一已长大,却成了个没父没母的孤儿,对此可以见的王妃和经纪人是很有爱心的女人。 优秀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